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口诛符伐 毫不畏惧妥协 坚持九二共识 完成国家统一 他是音乐人 却成立政党 力促统一 本期台湾新闻脸 听台湾统派青年讲述新声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 欢迎收看由高品质进口奶源的 旺在牛奶冠名播出的台湾新闻脸 在台湾有一本坚定反毒素统的统晕政论杂志 叫做远旺 3月20号的时候远旺杂志迎来了创刊30周年的日子 这本杂志的编辑工作 现在已经交接到了新一代的编辑团队手中 今天来到我身边 在我旁边的这两位女生 就是远旺杂志的编辑和研究员 第一位是张惠敏 第二位是张伟山 而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位嘉宾 则是远旺杂志的总编辑 中国文化大学助理教授石家英先生 我们欢迎石老师的到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和三位一起来聊一聊 岛内统运的传承和展望 也要来听一听两位年轻人的心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新闻短片 3月18日 纪念远旺杂志创刊30周年的座谈会 在台北举行 数十位岛内统派代表和团体齐聚一堂 共同回顾与展望两岸统一事业 在岛内的进程与发展 我15年来大概都是在南部教书 所以在南部面对的学生 尤其是绿色大本营 说实在是非常辛苦 因为南社很多的学校老教授 几乎都是独派的 都是独派 所以他们对学生 徐老师 一步一步慢慢地策划下去 3月18日这天 刚好是台湾所谓太阳花运动 爆发三周年的日子 不少与会代表认为 当年正是那场动乱 导致了蓝绿力量消长 使国民党在岛内 失去了所谓的执政地位 如今民进党上台不到一年时间 弄得民不聊生 危机四伏 当大多数的年轻人 开始觉得民进党的执政 也不可靠的时候 他们会开始反思 当自己当初是不是被骗了 是不是上当了 要让台湾老百姓认清情势 让他们搞清楚 台湾只有一条路 我们不论是从道义上来讲 从利益上来讲 我们都应该站在中国的这一边 没有第二条路了 《远望》杂志创办于 1987年3月20日 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遭受台湾当局政治迫害的 一群岛内统派前辈 历经九死一生 重重磨难 用生命与尊严捍卫出来的 重要成果 是台湾从戒严时期 就开始发行 迄今为止 岛内历史最久的 统运政论刊物 30年来 他们除了致力于 统运理论的分析研究 始终坚持反读促统的 立场不动摇之外 他们还非常重视 发掘培养认同中国的年轻人 为统运发展 奠定更坚实基础 作为年轻时代的我们 我们自知 任重道远 所以我们在参与一个编辑 然后甚至是写作的过程中 我们在这样的过程中去诗说 然后并且成长 那我们也在这样的过程中 去重新去建立了 我们的国足认同 历史意识 道德价值 以及文化智信 然后并且同时也思想 国家统一跟民族复兴的 一个理论和路线 我们这个论坛 这个座谈会的话叫做 统运30远望30 在这边的话 我们要请教一下 石总编辑 对于创办了30周年的 《远望》杂志来说的话 当时是出于怎样的一个利益 会创办了《远望》杂志 而对于走过的这30年 你有怎样的一些印象 和有哪些观点 要跟我们一起分享 当初《远望》创刊 那个时机点 是非常有意义的 就是在1987年 台湾解缘之前 在1986年的9月28号 已经成立了一个 就是民进党 那《远望》这些前辈 在当时戒严时期 他们是参与 其他的反国民党的人士 一起进行一个 叫做党外的运动 那么在戒严之前 党外运动里面 有统派有独派 但大家面对国民党 这样一个高压的统治 是没有办法区分的 也不去区分的 那但是在运动里面 这些统派的前辈 他们总感觉 我们在台湾所推动的一切 将来应该是对中国有贡献的 当民进党成立的时候 他们失望了 他们发现这样一个民进党 他的党名上没有中国 他的党章党纲里面没有统一 于是他们感觉到 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们参与党外运动的 这些统派 如果不出来建立自己的阵地 树立起自己的旗帜的话 将来这个党外运动的成果 是被台独接受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这个《远望》的创办人 就是陈吉尚老先生 他感觉到在这个时候 我们必须要出来了 必须要另外就独树一帜 于是他在1987年3月20号 创刊了《远望》的第一期 所以《远望》创刊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在台湾 真正站在统一路线上的党外 跟站在独立路线上的党外 开始分开 这个意义使得在台湾 那些长期以前的对抗日剧 后来的对抗国民党的 白色恐怖的这些统派的前辈 他们的旗帜树立起来了 他们的传统保留下来了 那这个是创刊的意义 之后的几十年在台湾 他们都是处在一个 非常不利的情境 第一期是正常出刊的 第二期就被查禁 第三期又可以正常出刊 第四期又被查禁 我们常常讲 这个期刊能够从1987年 坚持到现在 就是一个大功劳 这也是为什么在前年 他们需要找一个接班团队 找到我们 我们都是义不容辞 只能接下来 我们当时也是没有准备 我们也没有财力 也没有经验 但是这个棋子不能倒 那我们会注意到 您带着这个团队 其实是非常年轻的 是充满着活力的 无形当中 其实完成了说 《勇往》杂志的一个 新老的交替 那么对于带领 这样一支年轻的团队 去接手一个 有着30年传承 但在那个时候 28、9年、30年传承的 这样一个杂志的时候 您是怎样一种态度 我自己在学校教书的时候 我做过一个小实验 就带了一个读书会 这两位都是我读书会里头的同学 那这个读书会 很成功地把台湾的年轻的小孩 就所谓的天然读 把他们转变成统派 这个实验让我感觉到 其实在台湾的年轻世代里面 重新培育认同中国的 中国的年轻人 是有可能的 然后有这样一个经验 再加上我认知到 台湾的统派已经有那个世代的断层 所以远望刚接手的时候 我就想把远望当作一个 它不只是一个期刊而已 它同时是一个 让统运可以呈先起后的一个平台 所以一开始我就非常看重 我们这个团队内部 我们要重用年轻人 要栽品年轻人 要培养年轻人 要给年轻人思考成长的机会 然后再透过他们 再去影响他们的同侪 这样才能够使一本 这样一个统派的刊物 带有运动性 带有发展性 今天其实来到我们节目的两位 惠敏和伟山的话 都是现在他们在 《远望》杂志的编辑 我们接下来和两位一起再聊一下 作为90后的你们 来到《远望》以后的话 作为年轻人 你们两位有没有给予自己一个 怎样在《远望》的定义 对于我们自己的定位来讲的话 我们当然是认为 就是一种成先起后的概念 就是继承《远望》 他们前辈的爱国传统 然后就是在年轻的世代中 去把影响力拓展开来 对 因为其实《远望》给我们看到的是说 那些老前辈们 其实他们一路走过来 他们维持的是那种 就是属于中国人的良知吧 对 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份精神 给继承下来 然后并且在年轻主曲里面 能够有所影响 对 让更多的人看到 不管是真相或是过去的历史 甚至于是我们到底 一定要如何在两岸关系里面 找到自己的定位 就老师对于《远望》杂志们 其实是有很大的期许 所以你要说我们有压力 其实是有的 因为我们这样的压力 是在于说 我们希望能够在 两岸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很重要的时间点 因为包含了像是 其实一岛内来讲 像老师刚才提到的 就天然读越来越多 而且并且是不假思索的 那在整个大情势来讲 其实我们当年 在西方入侵以后 那中国的一个衰败下来 现在是面临了 复兴最好的一个实际点 所以我们在这实际点上 我们是置之 我们是论中道友 我们必须要有所作为的 其实惠敏和伟山 都是90后 我们严格来说的话 我们在刚刚的时候 其实有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他们是在台湾方面 进行教改之后的一代人 但是同样也是在 比如说石老师的引导之下 是成为了坚定认同 自己是中国人的一群人 而这种信念从何而来 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我们要听一下 两位到底是怎么样 做出的改变 欢迎回到由高品质进口奶源 的旺仔牛奶冠名播出的 台湾新闻脸 本期做客 我们演播间的是 台湾远望杂志的总编辑 石佳英老师 和杂志的两位编辑兼研究员 张伟山以及张惠敏 其实伟山和惠敏 不仅仅是杂志的编辑和研究员 那么他们现在 其实自己也做一些短片 可以说在网络上 也成为了一些网红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 来看一下他们做的一些短片 这是张伟山张惠敏 2016年合力推出的一档 网播新节目 别看他们是90后 但他们做的事 可是一点都不能小看 节目秉持远望杂志 反读促统的核心精神 选取台湾政治热点做剖析 这就意味着编导们 必须深入了解两岸历史 岛内政治生态 能在纷繁复杂的事件表象下 去无存经 抽丝剥茧 并在史观的层次上 对所谓台独论述 予以沉痛有力的反击 幸存的台籍日本兵 大约有17万人回到台湾 而这些人在228事件中 究竟做了什么 228是一场历史悲剧 然而谁造成两岸中国人的 论同对立 谁就该对228这一场悲剧覆辙 在一次次题材选择创作的过程中 他们的节目站在促进两岸统一 与中华民族团结复兴的高度 在纷繁复杂的真相厘清中 结合讲述人自己的经历体验 把道理说得深入浅出 让人背绝亲切 有说服力 张伟山1991年出生于台湾云林县 张慧敏则来自于台北 年长伟山一岁 两人似乎颇有缘分 不仅大学时同是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的校友 毕业后两人又先后到台行政部门里当公职人员 最后却又都同时选择离职 来到远望杂志 同位编辑及研究员 说起两人的合作 其实在2016年7月 当菲律宾政府挑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揭晓在即之时 他们和远望团队一起合力制作了七分钟短视频 一次让你看懂南海主权争议 就已经让两岸特别是大陆网友怒赞了一把 网友愤愤留言表示 人才啊人才 这种表达方式老少皆宜 这么好的文章思路正确满分 老祖族的东西连着大陆和台湾的血脉 必须寸土不让 其实惠敏和伟山啊 他们非常有缘 刚刚我们短片里面有提到 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就读的都是中国文化大学 而我们的实总编辑也就是在那里任教 那当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对于两位小女生 您有怎样的一个印象 首先要说明的是 现在台湾的年轻人有一个特点 在台独教改 这样一个环境里成长 一般的年轻人是没有是非观念的 我自己一个学生是那个伟山的同学 曾经在班上公开的扬言 很得意的扬言 我就是没有道德 这个其实是现在台湾年轻人一个很大的危机 他们在道德上是虚无主义 他们不相信道德 不相信是非 但这两位同学跟其他同学很不一样 他们两个是非观念非常的强 我教的第一届就教到那个惠敏 第二届教到伟山 这两位相同点都是 他们的是非观强到一看就看得出来 我刚到就是文化大学 然后在学校里刚好就是发生了一件事吧 然后那件事情其实在班上是引起了蛮不小的风波 就是有一位老师做了一些有问题的事情 他播放了一些不是很适当的影片 儿童不宜的影片 对 而且在当场的时候 其实班上的人真的是觉得很莫名其妙的 就是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老师 然后可是当就是真正要去做什么的时候 就大家就会觉得说算了 反正他就是一个老生 大家顶多不要去上课或是什么 我觉得我看不惯一件事情是不对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一个会挺身而出的人 那位老师他在课堂上 就是他发现了我去检举他的不适任的行为 然后他就带头在班上 然后对我进行就人身攻击 可是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却反而被别人觉得好像我很击破 可是我觉得这明明就是一件对的事 那我就会觉得为什么对的事 却没有任何人要坚持 那我在这件事情上我就产生很多困惑 那我在写信给老师之后 老师回了我一封信 他告诉我说要解决你这么一大堆的困惑 还是要借助老祖宗的智慧 然后他就举说中国的儒家就是孔子 他对人最基本的分野就是君子跟小人 那他认为君子是寓意 小人是寓意利 然后他第二个是他认为说就是君子 他是讲究是非的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必须不断的反思跟反省 那这个就是对于我后来在判断很多事情的时候 它其实是起很大的作用的 因为这一件事情因缘忌讳之下 当时刚好我们也是很想要读书的 所以我们就组成一个读书会 读书会是我们中间有很重要的过程 包含在读书会之前 其实我跟老师认识是老师第一年来文化教书 刚好我是他第一届的学生 那我们等于在大一就认识 那大二的时候老师有一本 首刊有一本书需要整理 那他就把这个工作交给了我 那这本书其实他讲的是一个满清已老的部分 那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对我的影响 是蛮大的 因为读书的过程中一路走来 就是整个教改给我们带来的 是台湾好像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 那这个个体我们只要看在台湾发生的事 或者是说在台湾所出现过的人 事以及政权 那我们只要理解到这样就好 但是其实我们却忽略了它的外环境 就是台湾究竟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势 或者是说它究竟为什么会受日本所殖民 它是有一个外环境的一个大的历史观在的 那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面我们是看不到这些的 那像刚刚老师 我说到的就是老师请我帮忙整理的那本书里面 其实它是从一个清朝 清朝其实对整个中国的历史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变革 就是我们遭受了一个外力的鲁青 那我们重新的去看待这个历史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那怎么跟我在学校里面 所以我在课本上所见到的是不一样的 那我究竟就是怎样的一个历史是符合事实的 那怎样的道德是我应该去坚持的 应该说因为我们一开始这种在天然独的这种教育里面 其实我们对于台湾跟中国的这种关系 我们其实是很不明白的 就对我们来讲就是台湾是台湾 中国是中国 当中的历史它其实都只是 比如说你可能只知道南京大屠杀 就知道这个东西 然后就这样带过 可是在这里面当中的是非还有对错 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深刻体会或深刻明白的 所以我们念了两本书 一本是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 然后一本是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 那在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里面 我们会去明白说 为什么中国是应该要统一的 接下来的是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 就是让我们了解到说 中国这近两百年来 我们到底是受到什么样子的西方跟日本 他们这样子的迫害我们 这是让我了解到什么叫做大势大飞 而这种大势大飞是我 它是由毒转到统的一个过程 其实在刚刚的时候的话 我们跟史老师有谈论过 就是您其实是非常支持 他们来做这些事情的 您可以跟我们谈一下说 在看到他们要做这些事情 可能是一些新鲜的事物 那您是怎样的一个感受 他们两位就是冤枉的冤枉 如果没有这些年轻人的加入的话 我估计远望杂志冲击量就是一个 理论性比较强 关于运动路线有关的问题 讨论的比较多的一个争论杂志 其他的事情我们这些 五六岁的人是做不出来的 有他们的加入我们才知道 现在年轻人要用什么样的管道 才能够把我们所要讲的一些道理 诉求给他们 让他们能接受 所以像做那个悲剧 或者是那个三民有主义 这些节目的这个想法 都是他们来的 我们是想不到的 因为没有他们加入 没有他们把我们所想的这些道理 转化成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语言 或喜闻乐见的形式的话 我们这些道理 大概永远在四五岁以上的人 之间流传 那年轻的一辈还是不愿意看 所以我们在接手远望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已经打定主意 这个旗帜一定要撑下去 就算最后要把房子给抵押 也是要把这个事情办下去 所以从一开始 我们真的是没有财力 没有人力 他们那时候两位都还在行乐院工作 完全是用下班之后的时间 开夜车陪着我们去编杂志 实际上这些 我们都不讲是牺牲 这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该做的事 这个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的事情 他们两位到现在拿的薪水 都是他们自己在这个就业市场上 能够拿到的那个薪水的 只有一部分而已 我们整个远望团队都是如此 其实正如刚刚的话 石老师所说的 在岛内要做一个统派 是一件未必看起来那么简单的事情 特别是当你公开说出了自己的立场以后 会遭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非议 或者是责难 其实我们的两位女生也有碰到过类似这样的事情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我们要一起再来讲一讲 曾经他们碰到的那些不太开心的事情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联 感谢3158招商加盟网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用经济促进民生 用创业改变未来 回到节目当中 今天我们和台湾远望杂志总编辑石家英老师 以及杂志的两位编辑 以及是研究员 伟山还有惠敏 一起来聊一聊统派的故事 在2015年的时候 伟山曾经遭遇到一起不小的风波 风波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看一下 2015年凤凰历史频道到台湾做了一次访谈 并于当年9月推出纪录片 走进台湾统派青年 张伟山当时作为节目里的10位统派青年之一 接受了访问 我要让我自己是去符合那样子的中国的传统价值 就是那样子的道德 就是我觉得这样子是可以感染人的 在访谈中 张伟山表达了对于中国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 我是中国人 并且我觉得我生生世世 我都希望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的记忆就是回首自家无尽藏 然后何须持播笑评耳 就是讲说我们回首看看我们自己 家里珍藏的这些是无尽的财宝 就是你又何必去外面 你好像要别人施舍给你 节目播出后 张伟山立即被台湾网友人肉搜索出 他是台当局行政机构 新闻传播处网络小组的工作人员 随后绿营政客媒体网民蜂拥而出 大张旗鼓群起围剿 有绿营民意代表痛批张伟山 领公价的薪水 却不避险地公开讲自己是统派的成员 实在太离谱 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更是出言恫嚇 应该立刻处理 这种要斩立绝 在刚刚的短片当中我们会看到 对于伟山的话 有人提出来是说要斩立绝 我们要跟伟山一起来聊一聊 就是当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甚至包括说 那个时候有一些清律的媒体 啪出了你的一些事情 甚至说你在台行政机构 是领着每个月四万五千台币的高薪 等等等等等等 这个事情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首先其实我没有领45k 45k是很多人一直讲的 好像我坐领高薪 因为当时我只有大学毕业 而且我刚毕业而已 然后所以就是 我其实没有领45k那么多 然后再来是就是 你说他们站了没有 他们其实就是在那边叫嚣而已 但是其实这件事情 炒没有几天 他们就突然就是 完全就是不再提这件事情 然后我只有看到就是 蔡英文的那个想想论坛里面 有一个分析 就是在讲说 我背后有一些复杂的关系 就是他想要影射我是不是 拿了谁的钱在办事或是什么 就类似这个样子而已 那个时候的话 是怎么样会加入到 那个行政机构当中呢 因为这个单位本身 它是因应太阳花之后成立的 那就是因为太阳花之后 就是国民党体验到说 他们应该要就是开始 重用年轻人啊 然后需要成立网络小组 然后来抗衡吧 那我就去偷了履历 然后就进去了 我当时是在新闻传播处的 新媒体组里面 然后做的基本上就是 在帮政府做一些政策的包装 其实刚刚你说到说 在比如说民进党的一些论坛上面 有看到一些说话 或者一些放话之类 我有看到过有这样一句话说 比如说你就是国民党的吧 就是那一群希望中国统一台湾的人 有这样子去评价你的 那对于这样子的评价 你听到以后的话 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他们不了解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基本上是不追求统一的 所以他先把我打成国民党 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 然后接下来他是说 我本来就是一个希望统一的 对啊我确实是希望统一 可是为什么我希望统一呢 这是他们不愿意知道 不想知道的 我希望统一的一个理念 是因为我认为两岸本来就应该统一 它是一个道德的问题 西方列强跟日本 他们就是不希望看到中国的复兴 中国的统一 所以他会希望把台湾当成棋子 来牵制中国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上 我们在文化血缘上什么 都是属于中国人的 而我们现在却帮着外人 而且很明显就是外人 来欺负自己人 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没有道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在统一的这件事情上 它本身是一个道德性的选择 所以我们就是应该要支持两岸的统一 那当那个时候 比如说绿营或者说有一些人 对你进行攻击啊 或者说编造一些事情的时候 当时你身边的人 或说你的家人是怎样一个观点 他们会不会很担忧 你会不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状况呢 有一些人当然是 就是见利了欣喜吧 就是很得意 我好像感觉被攻击了 可是实际上我也没有怎么样 然后就是我也不觉得怎么样 所以他们就是欣喜若狂的看到我 然后又想说我被攻击了 然后开始加入攻击 其实我是不以为意的 那对于我的家人 他们当然是会比较担心的 可是因为其实我觉得 所以我从小就不是一个会让人家担心的人 因为我个性上是蛮坚强的 所以我爸妈其实 就是只是担心说我在路上会不会被人家攻击 或是什么的 但我觉得他们就想太多 就是其实也没那么严重 应该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取得主流的一个麦克风 所以你的声音没有办法传播出去 那现在主流确实也是被民进党所垄断的 包含他们现在全面执政 那他们对于教育的改革 或是支援的全面分配 当然是更多的 那统派其实在这样的环境生存下 真的是不容易 其实应该是说 身为就在伟山身边的我们 其实都觉得说 其实他说的观点并没有错 而且更何况在台湾这个 大家都坚持说有言论自由的地方 为什么你所保证的言论 却不就是不给予你所不认同的言论 就好像一个非主流的言论就出不来一样 那我们究竟 三个强调的言论自由究竟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至少就我们两个 自己在读书反思反省的过程中 我们觉得我们做的这样的选择是有道理的 是有道理可以说清的 并且教育改革的那一套 就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 它是可以破解的 对它本身站不住脚 我们先不要管独派对我们的打压 那是必然的 包括那个独台对我们的排挤 那都是必然的 既然是必然就不要理它 只是我们统派是不是已经尽到力 做到我们该做的事 我觉得是没有的 这是为什么 从我们接受远望之后 我们希望远望带有运动性 运动性是什么东西 运动性起码能做到壮大自己 削弱敌人 我们如果还不能削弱敌人 那我们起码先壮大自己 先让统派本身能够发展 有传承 所以我们的下一步是希望 能够把以前我们在 那个学校里面办的 读书会的经验 再扩张到某一些大学校园里头 再去试点 就用我们远望写的东西 登的东西 当作阅入材料 看看能不能够 在更多的年轻人的圈子里头 能够发掘培养出 另外一些年轻的同派 石老师 其实我们会注意到 当时的话 选择在今年3月18号来做 远望30的这样一个活动的话 其实也是正好 就是今年3月18号的话 就是当时318运动 三周年的日子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说318的时候 产生的一些思潮 以及说的一些现象 对于党内这些青年人 带来的影响吗 318实际上是 从1994年以来的 台独教改 跟去中国话宣传的总验收 就是经过了 从1994到2014 318 2014 刚好是20年 在这20年里面 成长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基本上 在他们的认知结构上 就是他不假思索 就是台独 然后到了 这个太阳花学运的时候 国民党做了一件 非常错误的事情 国民党不去坚守一个 在道德上正确 在法律上合法 然后又是 他的那个 符合他自己的党纲 党章 甚至他的党民的一个立场 国民党在318学运里面 就是那个太阳花学运里面 全面弃手 他这一弃手的结果 让台湾的年轻人 更加的确信 我们从小到大 受到的教育是对的 所以318学运 或太阳花运动 可以讲说是 台湾整个统独板块 我不讲的是蓝绿板块 统独板块的 整个的这个大转变 我们现在是逆势而为 希望在台湾现在这个 对统一非常不利的情势底下 我们维持这个统运 它那个火苗不要灭掉 以便将来可以星火燎原 我们现在做的是这件事 在整个大局 在那个太阳花学运之后 几乎已经固定下 它变成一个结构 现在很难在岛内 自发性的改变它 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困境 自民进党蔡英文上台以来 两岸关系是急剧的退化 但却有越来越多的人 是支持统一 他们也站了出来 比如说在今年元旦的时候 爱国人士魏明仁先生 是在彰化升起了五星红旗 和中国共产党的党旗 而就在最近 有一位台湾的音乐人 创立了民生党 明确坚持九二共识 完成国家统一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在广告回来 我们要一起聊一聊这个部分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 感谢3158招商加盟网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用经济促进民生 用创业改变未来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 我们本期聊的是 台湾统派的故事 其实在前不久 台湾第312个政党 民生党成立了 出任民生党党主席的是 台湾爱国音乐人张慕婷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来认识了解一下它 张慕婷1979年出生于台北 原本一直以音乐人的身份 为两岸所熟知 2005年一首为纪念南京大屠杀 而精心创作的歌曲《1937》 在两岸造成热烈反响 而后一曲以慰安妇为题材的《商》 又获得马英九挂名推荐唱片 2016年他继续推出新单曲 《一个中国》 从1937到《一个中国》 他即创作演唱于一身 他的歌曲总在娓娓温情中 透过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诉说历史的跌宕起伏 充满浓厚的家国情怀 但只从音乐角度推动两岸和平 在张慕婷看来 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 2017年3月12日 他成立了民生党 并宣布出任党主席 张慕婷表示 民生党成立即是取益于 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 意在为百姓谋福利 并提出十大政策主张 试图为台湾岛内 140万家中小企业 900万名劳工寻找出路 解决经济困境 更表达他对于坚持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的坚定信念 张慕婷先生 其实目前正在美国参访 那么他特地给我们 发来了一段视频 来介绍他创立民生党的初衷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湾音乐人 也是民生党党主席张慕婷 谈起为什么要创立这个民生党呢 2016年的年底 我自己再创作了 发行了一首 叫做《一个中国》的单曲 里面其实已经把我现在要创立这个民生党 大概的蓝图都已经串在里面了 都写在里面了 比如说搭着一带一路的建设 搭着中国大陆经济崛起的建设 再看看台湾朝野争斗 这么多年了 因为台湾解研至今已经三十年到现在 完全没有办法让人民吃饱和足 台湾现在呈现的是一个均贫的社会 特别是对于年轻人 像我们这些年轻人 没有钱 买房 买车 或者是说 更有一些更年轻的小朋友 他们没办法谈恋爱 或者是任何的结婚 造成台湾的恶性循环 但是也因为我在国民党内13年以来 我看到了相关的这些政局的发展跟演变 所以我更加的确定 一定有一个方法是可以系统性的解决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党的宗旨就是振兴台湾经济 解决民生问题 坚持九二共识 完成国家统一 让台湾的人民 让台湾同胞 真正的能够认清楚 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人 接下来我们要请教一下 石总编辑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刚刚有聊过 就是你也提到过 在远望杂志的话 本来的初衷就是希望说 能够建立一个台湾在统派的一个阵地 对不对 好 那当我们看到刚刚像这样子的话 以成立一个政党 作为推动两岸统一的一个方式 那对于这个部分的话 您的观察和判断是 我觉得它成立一个政党 跟办一个杂志 或者是成立一个团体 反毒促总的团体 作用其实都差不多 因为在台湾目前的 这一个政治板块的这种结构下 任何主张统一的政党 大概得票最多也不过就像新党 在去年得到的 它超过3.5%了 大概就不过如此了 所以成立政党 然后执掌政权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为乎其为 所以基本上还是在宣扬反毒促总的理念 不管是政党 是杂志社 还是其他的民间团体都是一样的 我们乐见这样的团体越来越多 能够让这个统一的声音 可以更多人可以听得到 这个当然是很好的事情 其实在刚刚的话 张先生的短片当中有提到说 他在国民党内等了13年 都没能实现报复 那现在国民党内 其实在做着下一届党主席的选举 可以说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的话 是乱象重生 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在你眼中是如何来看待 在过去这几个月当中 国民党的一些情况 应该说国民党现在在内部的争论上 其实很多是关于两岸关系的 一个定位问题 那其实对于定位问题 如果他们能够提出一个 就是正确的方向 或者是说一个想清楚的 正确的道路 而不是摇摆的情况下 我们当然是乐观启程 但是如果最后还是 就是打模糊上 他是对于整个国家认同的 震担性完全弃手 然后甚至至干堕落的 拿香跟拜民进党 那当然我们对于这样的国民党 可能就就是不会去参与他 这样子 因为在那个过去 好像蛮多人会把我们 挂上所谓的蓝筒 或者是说觉得我们 好像是支持蓝颖的 这样子的一个立场 其实我们从来都 就是 我至少我自己本人 我是从来没有支持过 就是国民党的 那我觉得我们远望的立场 始终都是站在 国家民族统一的立场上 那对于党派 我们倒不会说 我们有特殊的喜好 或者是说一定要坚持 某一个政党 某一个党派这样子 那对于国民党 现在的这些种种的作为 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在国民党内支持统一这样子的声音 其实是非常被边缘化的 那他们的主流就是所谓本土派 那本土派就是基本上就是不支持统一的 他们比较倾向于就是独台这样的立场 那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要继续这样子的坚持的话 那搞不清楚状况 认不清楚自己 然后找不到自己的目标的话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党就是真的被民进党消灭 就是就可以了 就我也不是很在乎 在最后的话 我们还想跟石总编辑一起来谈一件事情 就是您曾经提到过一个概念 就是说为了追求中国的统一 应该区分清楚一个叫明星和一个叫民意的 这两个词 我们想请教您就是 您的这一套说法的话 是基于怎样一个概念呢 明星的名义在中国传统智慧里面向来是分开的 我们听过的是得明星者得天下 从来不是得明义者得天下 得到明星是什么 是让老百姓在内心深处 觉得你要建立这个政治秩序 是让我们可以在其中安居乐业 长治久安 让大家可以安心 所以这样一个秩序我们是支持的 明义是什么东西 明义是靠炒作靠民调 靠那些名嘴 靠那个政治人物的在政见发表会上讲的那些话 煽动起来那种气氛 这种民意常常是错误的 民意的结果可能是对整个国家民族不利的 那一个负责任的政治领导者 或者一个负责任的一个 比如说这个意见领袖 他能够把民意奉为闺灭吗 当然不可以 那我们用老祖宗的这个智慧 就会发现我们反独促统有一条路可以走 我们不用去管那个错误的民意 我们直接去争取明星 怎么样让明星安下来 我们只要想清楚怎么样的做法 是对两岸同胞都最有利 我们现在如果认定了 台湾应该往哪里去 两岸应该往哪里去 认定了之后就去做 坚持这样做之后 让台湾人民认清到一件事实 唯一正确的路 唯一长远对两岸同胞都最有利的路 就是统一 就是两岸共同走向统一 当这条路变成唯一的选项 明星就安下来了 我认为这个是眼前可以做的事 今天我们一起谈论了 关于岛内统派的一些事情 统派在岛内 有着他们需要去面对的一些现实状况 但是随着时空的变换 统派主导的这些思想和理论 正在被岛内社会所重视着 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认同着 祖国统一关乎民族大义 未来在两岸关系的道路上 我们希望可以看到 更多的台湾有识之士 发出属于民族的呼声 我们感谢三位来宾 今天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